会在前五出现的比较少 但是第五集之后就是会暴增 就后面最后两集没有其他演员 就会暴增 Only you 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杀人凶手 我底下什么都被我抓 你不是说要抓我 你不是说我玩不玩 好 争人文风丧胆的连续杀人犯 消息指出 吴建和是TNB新闻台的员工 因为脸上有大片伤疤 导致自信自飞 会收失率什么话都变成了 胶子无限实行 我平常评议甚佳文上班的电电 呃我的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 表情看起来相当痛 來談談這一次這個 魔法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劇本 而且它來自是一個日本的原創 夢不美學老師 對 然後再看到自己的角色要挑戰 比如像康然你這次 你的戲份是最吃重的 檢察官 對 然後在心理層面吃重的是 吳宇慧 宇慧也是 前男女朋友 你在這麼多角色裡面這樣子走來走去 你對於角色的游刃有餘 到底是怎麼樣去堆積出來的 首先要先說 因為我們是改編 公布美心老師的模仿範 那其實在原著小說裡面 並沒有郭小琪這樣的人 一樣有檢察官 只是他們是個團隊 他們是有他們的那一條線 所以我們那時候 編劇導演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希望有一個角色去帶著大家 串情的故事 所以才寫出了郭小琪這樣的角色 那我雖然說戲份吃重 可是對我來說比較難飾演的 不是檢察官的嚴肅不嚴肅 我反而覺得在這部戲裡面 角色的樣貌是比較自在的 那主要是看著被害者跟加害者 甚至被害者家族的一些 他們的心情 跟他們所表達出來的情緒 去feedback 那到我身上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困難的是如何拿捏 看到他們種種的情緒 心情的變化 而做出帶著大家一起 同理的去看這部戲的一個 觀看的角度 你剛剛說你在這個戲的角色裡面 反而覺得比較自在 我自己覺得在裡面是挺自在的 因為我們沒有刻意要去神話 這樣的檢察官 我們我們這一次某某漫漫改編的 還是比較偏寫實的路線 他就是一個很真的人這樣子 對也不用刻意的去 好像我們真的聰明到可以馬上破壞 那大家可能不會走到 那個時機覺得就破壞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 畢竟還是要投入在一個 以文本上編劇的編排上的一些脈絡 我們去多加一點人味進來 那佳彥妳有在這個心理醫師的 這個角色上面去琢磨什麼嗎 有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個人開胎前都有 就是根據我們戲裡面角色 需要的專業 然後去做一些甜調或是上課 那我的話我是真的有去跟 一個臨床心理師 去跟他學習跟請教 然後也看了一些相關的書籍 我跟他在戲裡面的關係是蠻好玩的 雖然是已經分手的情侶 但是因為他是檢察官 然後我是主攻犯罪心理的一個心理師 我就是互相幫助 然後要去爭破這個案子 妳應該是看到第五集對不對 對對對 我只能看第五集 出現的比較少 但是第五集之後就是會 戲範會很大時間 暴增就對了 對暴增 結果後面最後兩集沒有其他演員 真的 On me you 你開玩笑 我覺得這個戲裡面 也是有探討到媒體的這一塊 我記得小時候印象 是看電視的時候 你是會看到槍站 你會看到警察的攻堅的畫面 其實沒有這些分級制度啊 那大家都搶的第一 那時候 丟手楼蛋啊 丟手楼蛋啊 或者說你會看到記者 跟警察拿槍站在同一陣線 在拍的時候我就覺得他們記者線 感覺上都會是那種衝鋒陷陣啊 就是每個都要搶快 每個都要搶驚悚 哪個社會新聞 社會新聞是很猛 好危險喔 所以那時候就比如說像 心如姐跟純耀 他們的那一條線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探討到這一塊 好 大家好 希望大家看到這部戲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我們的真心誠意 因為我們真的花了很多的努力 才把它拍攝完成 因為看這部片子 是你最好的一個選擇 很好 一定要看模仿犯 因為黑暗榮耀已經播完了 你知道你才快 我一定會抓到 你玩完 啊 你幹嘛危險觀眾 你幹嘛 沒有 原本他剛剛說的 他剛剛是我把 預告裡面的檢察官的 對對對 我一定會抓到你 你玩完的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謝謝 我都還以為你是那個兇手了 我能夠自動的 我都能夠尊責